公車車廂內乘客原本都安穩坐著 但所有人都沒料到 此時公車已經越開越偏 突然一陣巨大搖晃 一秒時間後方乘客幾乎各個慘摔 原來公車竟衝撞到路旁車輛 乘客魚雞猶唇 看看撞擊瞬間 後座乘客一名富人直接摔到前方車地板 看來摔得不輕 爬不起來 居於畫面左側一名男子 先是彈起撞到車內突出霧 接著摔回座位 全車只有右側前方一名阿伯 眼睛一直盯著前方 雙手緊握前方伏感才沒有摔到 原來基隆這輛公車上午10點 在行進北寧路時 司機開著開著 竟直接撞往路旁 停套的一輛轎車和兩部機車 車禍現場一片凌亂 被公車撞上 兩部機車東倒西歪 最慘的就是這輛停靠在路邊的轎車 整輛瞬間被壓扁幾乎成了廢鐵 所幸當時車上沒人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然而由於撞擊力道向他猛烈 公車上三人 被拋飛撞傷送你 開車的就是這名駕駛 沒有酒駕 他解釋因為自己身體健康因素 有在吃藥 為了要造成當天頭昏腦障身體不適 才會開著開著開到最後 謊神衝撞路旁車輛 目前警方已經帶回司機 要好好釐清整體經過 和相關造勢責任 解除立龍顏靜宇 金融報導